大家好我是翠花 今天是二用二龙抬头的日子啊 按照咱们老祖宗的习俗就什么 吃猪头 来啊今天咱糊猪头 手子 猪大肠 猪身上是吧很多了啊 这是打算给我做个九转大肠了 行 干啥去了 啊 淼淼 你干啥去了 这家伙点点点跑回来了啊 来啊这猪头上来了咱必须聊一聊 这活就交给涛哥了啊 这它整挺干净 干净对干净 咱紧一紧往外紧一紧油 这天好了啊 这小猫出来 像个小佛似的啊 你能帮 这就是我们家的招台猫啊 今天2月2日这天啊 真的好啊 晴朗 还暖啊 这必须给它整一层烫黑色啊 刮过油泥 咬完猪头 咬肘子啊 你别往俩凑了啊 他还比较好奇 咬你 哎呀 这一大早 今天啊 啊 行了 东北这些儿多冷啊 一哈气还是这样呢 就证明大太友是用来照明的啊 气温还是很低的 明明 眼睹包看镜头 来了 炮上 这天暖了 这个小冰杆化了 里面还有不少东西的洞里 一会儿换点吃 就比较严重了 因为它在这种向阳的地方 这天暖了 闲至一冬天的大铁锅 开始挪出来正式启用了 这落雪 把锅都封上了啊 咱开始 必须得过了年得揭开锅呀 看看这雪 都不掉 这个 整完了 泡 了完黑光的 看一刮完了 干净利索的 就跟这个人的胡子是一样的 是不是啊 得了吧 这跟做面膜似的 这家伙又把我这个户外的大铁锅给启动起来了 这家伙又把我这个户外的大铁锅给启动起来了 不行啊 这猪头这么大整个的呀 屋里小锅干不动 先下锅 来加水 等一下焯一下 盖锅 点火 肘子 放水里 焯一下 完了 这锅也小 看看这大铁啊 哎呦 哇呀 得多水洗呀 罐里头 可以 这一根 这大铁抓住食盐啊 搓洗 这碗铁 虽然是肠里面臭烘的 咱做出来搂香了 这大肠焯一下 这锅呀 哇哇开了啊 这啤啤这顶上的福啊 开煮放料 这必须啊 来一瓶啤酒 加瘦汤 加瘦汤 最后食盐 盖一锅 先炖它一个小时 这屋里到处泥巴着 肠的味道 哈哈哈 你们自己写在这味儿吧 咱熬个糖色 看看啊 这糖色就熬好了 葱姜 调料 来点生抽 再来点红烧酱油 下入大肘子 下入大肘子 来吧 食盐 开始盖盖 看看啊 这锅呀 哇哇开 放个个儿呀 一点伞 大肘子 它็是 嗯 黑 � 一块儿 咱们 一块儿